今天是大年除夕夜 男子已经饿了三天 他身上挂满雪花 呆坐在姑娘家门口 善良的春花健壮 好心拿出家中的年夜饭 缓缓走向男子 为他倒满了一杯酒 随着男子真是饿极了 狼吞虎咽起来 瞬间就被呛倒 春花叮嘱他慢些 然后递去汤水 见男子喝后呆愣片刻 以为他是嫌弃 便直接端过去品尝 发现原来是汤已经凉了 就劝男子不要吃 怎料他竟抢下碗 一口便喝完 紧接着大块朵衣 嘴里还一直夸着美味 这是我吃过 最好吃的年夜饭 饭后他们坐在雪地里 对饮着美酒 男子略有罪意 拿起树枝为春花 表演起了舞异 并主动邀请他一起 春花不会一点武功 只能顺势跟着男子 他们默契地练习 美得仿佛似一幅画 男子深情望着春花 心中泛起暖意 随着春花却不小心扭到脚 男子着急地想要带着去看大夫 但遭到春花的拒绝 他称自己就是学医 让男子帮着拿个雪球 冰敷一下便行了 这时远处传来烟花暴露声 春花听后脸忙起身 望向远处的夜空 男子察觉他看不清烟花 直接抱起春花 带着坐在围墙上 看着满天的焰火 让两人不禁沉浸在美景中 片刻男子向春花表示了谢意 感谢他让自己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 雪花大片地飘落 他们却感觉不到寒冷 男子说他叫秦峰 紧接着邀请春花一起去看花灯 听到他答应后 秦峰满脸笑容地望着春花 心里仿佛吃了蜜一样甜 很快就到了元宵节 春花独自走在闹市 感受着这份烟火气 谁知下一秒 他竟被无赖缠上 春花小心翼翼地躲避 却还是遭到无赖的强拉应扯 就在这时 秦峰及时出现 三两下把他们打倒在地 他炫耀地走向春花 围观着百姓 夸赞他见义有为的行为 秦峰听后甚是满意 抬眼见春花转身要离开 急忙拉住他的手挽留 春花见状向秦峰表示了谢意 并夸赞他武功盖世 秦峰对走为达非常满意 开心地拍着手 随即拉着春花 一起去看花灯猜谜 街上热闹非凡 到处都是人 他们站在灯笼下 看着红色纸条上的谜题 春花很快就猜到了答案 他拿着猜对的谜题 去到摊位前 找老板兑换礼物 老板打开一个盒子 里面是个镶着金边的红马脑 这个配你娘子啊 是再适合不过了 春花听后面露难色 旁边的秦峰健壮 立刻抢了下来 然后直接朝着街上走去 见春花着急要回家 立即将他拦住 还将手镯递给他 春花害羞地不愿接受 紫廖秦峰直接给他戴上 而且在他没反应过来 头也不回地走了 留下的春花看着手镯 不知该怎么办 几天后他去庙里上香 正在祈福时 去为一个女子撞倒 抬眼看着抱起香炉 便向外冲 但马上就被院里的小师傅围住 春花在丫鬟小红的搀扶下 也来到了院中 听到女子苦苦哀求 自家主子快不行了 需要香灰之血 春花连忙走上前 好心地想要问清女子情况 得知他家主子小产之后 一直血流不止 春花询问为何不找大夫 女子回答 大夫也没办法 最终主子是李大人的娘子 她刚好得罪朝中玄贵 被禁足在府里 春花知道李大人是个清官 可担心自己的医术不行 让女子赶快去找医婆救治 怎料女子得知春花会医术 立刻跪地不停地磕头 爱求她去帮忙 看着女子留着蟹的额头 春花顿时就心软了 旁边的小红却提醒主子 要是老爷知道她擅自行医 回家肯定受到处罚 就在春花为难的时候 秦芳刚好也来寺庙进香 陪着她的主持 主动提议 让她送春花去救人 春花见女子可怜的眼神 心中果断地决定 去 我们现在就走 于是一行人坐着马车 飞奔在山间 不多时就到了李大人家中 对于他们的出现 李大人非常感谢 误以为秦芳是大夫 怎料一旁的丫鬟立刻提醒 是春花要为夫人诊治 李大人听后 当即谢绝了他们的好意 因为当朝不允许女子从医 觉得姨婆身份低贱 春花立马上前说道 夫人已经血流不止 她需要立即诊治 李大人看着春花的装束反驳 她像是个富家小姐 怎会与低贱的姨婆为伍 春花却没在意李大人的侮辱 只是想快点救治她的夫人 夫人 夫人你怎么了 这是春花听到急切的求救声 直接冲进内屋 赶紧给躺在床上的李夫人号卖 一抹草当归 这些都是产后止血的良药 李夫人因为夫君古板 忌讳男女有别 不让大夫与娘子疾夫相接 害得她大出血 春花得知后非常愤怒 但当前还是救治李夫人要紧 她立刻开始针灸 三两针下去 血当即就止住了 李夫人缓缓睁开眼 得知春花的身份 虚弱地表示了谢意 随即春花写下方子 缓缓走到李大人面前 让她按方子抓药 李大人看着上面写的名贵药材 东厄胶 不尽有些为难 自己家族四壁 肯定买不起 春花看得出李大人的顾虑 皱着眉头解释 这些药都是补写用的 可以少买点 但一定要有 突然桌上被秦峰丢来一定金元吧 她提醒李大人 赶紧去抓药 谁知李大人言辞拒绝 称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秦峰嘲笑道 刚才还忌讳男女有别 现在却和春花说话 李大人淡定反驳 自己的年龄 都可以当春花父亲 而且也是事处有因 春花难掩愤怒 直接出言辩驳 规矩怎会比人命重要 就算皇上在此 她也大不过人命 你夫人都快断气了 你还不让男大夫给他近身看病 李大人有些恼羞成怒 生气地让他们离开 秦峰见他过河拆桥的模样 当场就怒了 阴阳怪气地嘲讽李大人 他在朝堂被欺压 都是有理由的 为人太过迂腐 说完拉起春花的手 便大步走向门外 春花用力挣脱开秦峰 然后撩起袖子 发现胳膊被划开个口子 秦峰见状 担忧着将他的袖子捆绑好 防止鲜血流出 接着替春花不值 又折返了回去 屋内李夫人柔声安慰夫君 让他不要与春花和秦峰争吵 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李大人十分自责 娘子嫁给他这么多年 从来没带过一支金簪 现在连个大夫他都请不起 这时秦峰再次在门外叫嚣 称春花未给他妇人治病 胳膊都划伤了 李大人打开房门 还没开口说话 春花便先道歉 紧接着说出他的想法 男女大方 是否会陪你一个 时时为您端茶送水 血寒温暖的夫人 春花讲完后 就行李离开 留下的李大人站在门外 久久地愣在原地 而秦峰驾着马车 要送春花回家 途中听着他夸奖 心里非常开心 一路上他们有说有笑 时间一天天过去 后来春花因帮人看病 而使他师父失去了性命 从那天起 他便一蹶不振 不再学习医术 并让小红把所有的医术都扔了 他则一心向佛 拿着念珠 替逝去的人祈福 祖母担心长子以往 孙女的身体吃不消 就劝解他去寺庙散散心 春花架不住祖母的哀求 只好和小红一起去 他们刚到寺庙 主持已经在门口等了许久 热情地将春花迎进院中 带着他四处看看 让他放心地住几天 春花为表示谢意 主动提出帮主持干活 说话间 他们已经进了屋子 主持要他休息之后 可以去后院看看 片刻春花在小师父的带领下 见院里到处都是病人 他瞬间变得紧张 听到师父请求他帮忙诊治 春花红了眼眶 脸盲拒绝 称他害死过人 已经放弃医术 小师父劝解 如果现在的病人 因为他一时不就 而死在这里 他是否会于心不忍 这是一个小姑娘跑过来 拉着春花的一脚 询问他 是不是来救奶奶的 春花慌乱地摇头 转身跑到角落 耳边是不停的紫背上 他泪水止不住地落下 身体颤为蹲下 嘴里喃喃道 不行 你怎么不要逼我 就在这时 秦峰出现在他的身后 言语讽则春花 他的胆子太小 之前遇到不平之事 都会张牙舞爪 见义勇为 此刻碰到小事 竟会如此 春花满脸泪水 大声反驳 他害死了人 怎能是小事 说完后 他便想逃离这个是非地 谁知却被秦峰当场拦住 觉得他就是懦弱 紧接着又将春花 拉回后院 直接把他摔在地上 这是刚才的小姑娘 再次跑了过来 小江的扶起 秦峰的语气 没有之前他想嘲讽 继续劝起春花 他不是一个见死不救的人 花音刚落 故意把春花丢在那里 一个人转身离开 春花捂着脸痛哭不已 小姑娘将自己 唯一的糖递给他 哄他说 吃了就不痛 春花看着小姑娘 期盼的眼神 还有手里的糖 想起小时候哥哥 也是这般安慰他 春花心中备受鼓舞 他不再自怨自艺 主动去帮小姑娘的奶奶看病 而站在远处的秦峰 见到这一幕 脸上露出欣慰的笑 才放心地走了 与此同时 春花从早忙到晚 陪伴他的小红 开心主子终于想通 主持这时突然走了进来 劝春花已经忙了一天一夜 让他休息一会儿 春花跟着主持进禅房 看他泡茶的过程 心里异常平静 春花主动提出 想要见下秦峰 同他表达谢意 主持嘴角上扬说道 不责怪秦峰又吼又叫 然后告诉春花 他在外面 春花听后 立刻跑了出去 看他刻意地等在那里 赶紧表达了感谢 秦峰专门满不在乎地回答 就当还他之前的年夜饭 见春花一本正经的模样 故意开玩笑地说 他是不是打算以身相许 画本一般都这样演 春花听后 满脸通红 娇羞地想要离开 子流却被秦峰拦下 他不好意思地坐在台阶上 好奇地询问秦峰 前几天自己被关进大牢 是不是他帮的忙 秦峰明明做得密不透风 不知他怎么会知道 春花解释 主持不问俗事 这次却费心地开导自己 而且他与皇室有很大的渊源 之前自己入狱 就是一个太监救的 秦峰脸上挂满笑容 夸奖春花的聪慧 就是爱钻牛角尖 春花倔强地不承认 缓缓起身说道 他应该救治更多的人 才能赎他的罪 然后转身跑走了 留下的秦峰傻愣在原地 桂花蜜 做得可真香 皇上秦峰微服私访 结识了民间一女 知道手中的桂花蜜 是他为了表示谢意 专门给自己做的 秦峰小心翼翼地 把他放进抽屉里 并叮嘱太监 没有他的允许 任何人都不能 擅自打开柜子 就在这时 一个厂弓冲进来 大声地告诉皇上 黄河发大水 很多地区受灾 与此同时 春花收到秦峰的回礼 木箱里满满的药丸 他觉得来得真及时 这几天寺庙外 出现了许多灾民 主持慈悲为怀 搭建了帐篷 为他们施舟 春花也主动帮忙 主持担心 他女子身份不方便 就让他扮成男子模样 春花在救治病患时 发现他们呕吐不止 他紧皱着眉头 跑去告诉主持 那些人可能得了疫症 主持听后非常震惊 随后他安排春花 暂时不要接触疫症 并让小师傅 去通知皇上 秦峰得知消息后 急忙来到寺庙 见春花差点昏倒 赶紧将他扶住 随即把春花抱进屋子 跟在后面的小红 怕影响了主子的境遇 让他赶快放手 秦峰则转头责怪小红 为何没照顾好主子 害得他饿晕过去 小红连忙解释 自己主子是忙着照顾灾民 才没时间吃饭 主持这时走进来 将秦峰叫了过去 称他过于鲁莽 作为一国之君 竟独自来疫区 秦峰嬉皮笑脸 没做任何回答 就在这时醒来的春花 强中着身体走了出来 打算继续帮忙 却遭到秦峰的阻止 见他要拿药箱 直接抢过去 把春花带到屁镜处 然后坐在桌前 由于担心他的身体状况 竟口不择言起来 春花知道秦峰没有恶意 为缓解气氛 故意叫他的小明 害得他也无法生气 秦峰皱着眉头 询问春花 他为何这般喊自己 春花淡定解释 他听主持叫的 便跟着学了 随后专门又喊了两声 他们的氛围顿时变得欢快 春花感谢了秦峰 在此时送药材 秦峰也不闹了 起身从怀里 掏出一个锦囊 递给春花 并叮嘱他不要再生病 接着就大步走出院子 春花闻了闻锦囊 发现里面是名贵的药材 旁边的小红调侃 秦峰对自己主子 肯定有意思 不然不会如此紧张他 春花听后默默无语 心里泛起一阵甜蜜 春花每天细心照顾病患 但他的女子身份 被人当场拆穿 这时主持出来稳住局势 大声地维护春花 称他的医术非常好 自己可以做担保 愿意让他看病地去排队 起初人们还是有些顾虑 随着春花治好的病人 越来越多 人们愈发钦佩他的医术 都称他为神医 就连太医也主动称他女大夫 春花也在救治患者的过程中 跟着太医学习医术 他认真的态度 让众人佩服 疫情结束之后 他的名号传到皇宫 太后专门让春花为他治病 经过几天细心的照顾 他的病情大有好转 直到有一天 春花去药膳局 把药方递给太监 谁知不到片刻功夫 他被叫进房间 太监大声斥责春花 方子有问题 随即命人将他带下去 要罚他三十大板 旁边的宫女赶忙阻止 称他们太后宫里的 不是谁都能随便打 太监将方子扔在地上 让他好好看看 春花捡起药方 发现上面多了位诛杀 他并没有血 很明显是有人 嫉妒春花的医术 想要陷害他 春花还没来得及辩解 就再次被人抓住 宫女立刻上前拦下 提醒为首的太监 要是真把春花打坏 等到太后上香回来 他能否担起这个责任 太监有一片刻 决定先罚他去半蹲 宫女告诉春花 让他小心点 自己去通知太后 然后就慌张地跑出去 谁知却不小心冲撞了皇上 他赶紧行礼道歉 秦峰好奇他为何如此鲁莽 宫女急忙解释 给太后看病的姨婆 遭太监故意污蔑 现在被罚曝晒太阳下 秦峰继续追问 宫里怎会有姨婆 当投知她的名字是春花 秦峰震惊不已 没想到她竟进宫了 与此同时 春花已经在45度的高温下 晒了三个时辰 眼看着昏倒在地 太监居然狠心地拿起木棍 就抽打在她身上 幸好秦峰及时赶来 重重踹的太监一脚 接着温柔地扶起春花 将她安置在自己的寝宫 直到天黑 春花缓缓睁开眼睛 她拼尽全力起身 见到面前秦峰的装扮 震惊不已 秦峰看出春花的疑惑 无奈地承认皇上身份 并承诺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她 春花听后连忙要行礼 却被秦峰阻止 让只有他们两人相处时 不需要行礼 春花有些埋怨秦峰的欺骗 可以拉开他们的距离 秦峰尴尬缓缓起身 转头向她表示了歉意 就在这时 大殿外传了动静 秦峰连忙走出去看情况 见皇后不请自来 便直接说她的想法 要许春花为妃 那么他们是否能顺利在一起 后宫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关注八两 下集更精彩